周渔民妻子尽照曝光,长得和赵薇超像。网友,难怪连大S都不要。 周渔民,因为他的奶奶希望他像猪仔一样健康长大,所以小时候就给娶了个乳名叫仔仔,粉丝知道后觉得可爱就沿袭至今。 最近的写真乖巧帅气的短发,五官非常俊秀,深邃的眼眸,挺直秀美的鼻梁,厚薄势中的唇。 简直动灵,谁能想到他已经36岁了。 他的帅气都是无法复制的,曾经白衣少年花泽泪是多少女生的梦中行人,潇洒帅气的外表让不少迷恋。 周渔民当年的那一部流星花园可谓是我们一代人的记忆,如果把其他仨个拿出来看,也就只有他没有年代感了。 爱他的人千千万万,而他爱的人就只有一个了。 2015年11月10日下午,周渔民在微博上宣布与自己的女友郁红渊正式结婚。 在微博上周渔民贴出了自己与太太的合影,照片中两人都秀出了戴在无名纸上的戒指。 周太太真美。是的,我们结婚了。 这个消息一出哭到了一大片的女粉,不比陆寒与关晓彤当时差,周渔民在还没公布他结婚的消息之前,其实也和不少女星传过梅菲文。 其中,他和大S的恋情是全世界人们都知道的。 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受到粉丝的支持,毕竟两人的恋情从细延伸到现实生活。 后来因为仔仔当时在F4正活,不能结婚生子,和大S的意见不合而分手。 这件事对周渔民的打击还是挺大的,除了,现任女友大S因逼婚不随提出分手,去年初前女友徐伟伦不幸车祸丧生,仔仔一段抑郁,在《我不是F4》中,便凭歌记忆,到处对两段感情怀念。 当时仔仔被爆搭上李冰冰,与陈妍妻,后来也得到澄清。 然而就在最近,有人拍到了周渔民妻子的素颜照,有的网友看到一般吐槽,原来素颜的周太太竟是这般模样。 还有的网友,长得和赵薇超像,和大S的素颜起来,难怪连大S都不要。 郁红渔和周渔民因拍戏结缘,两个人合作过不少剧,现在周渔民对妻子郁红渔非常宠爱,后面两人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。 照片中周渔民的女儿头发很浓密,小脚丫和小手都有嘟嘟的,看起来十分可爱。 周渔民的老婆郁红渔是一个十分温柔贤淑的女人,同为演员的她嫁给周渔民之后,就先少再出来工作了。 都是在家带宝宝,没有偶像包袱,她长得十分精秀。 其实两人的颜值也是蛮搭的,一个忧郁风,一个甜美像。十分好的结合。 希望两人今后能一直这样幸幸福福甜甜蜜蜜到永远,祝他们家的小公主快快乐的成长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